同一件事情,对于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来说,理解和认知也是不同的,都会感觉自己说的是正确的,对方说的是错误的,这往往是因为对自身的了解还不够透彻。 同理,在一场战争中,对于参与其中的不同国家而言,也往往会有着千差万别的看法,就拿我们耳熟能详的朝鲜战争来说吧。 这场战役参与的国家可是整整有19个,不说别的了,就单说主要的中美朝韩俄五国,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就截然不同,但是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,我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定位是支援北朝鲜,以求维护自身国土安全,所以在历史角度上,我国是没有任何错误的。 那中美朝韩俄五国到底是如何描述朝鲜战争的呢? 对于我们来说,第一次系统性地了解到朝鲜战争的知识,应该是在高中历史书上,名为《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》那一模块里。 在我国的教科书中,对于朝鲜战争的描述,可以算得上最真实的了。 其清晰地讲述了我国这次旷世持久的立国之战,开篇就交代了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。 在甲午战争之前,朝鲜半岛是大清国的藩属国,大清皇帝就是朝鲜王国的最高元首。 但是,在经历甲午海战之后,大清国受到了重创,导致日本趁虚而入,逼迫朝鲜脱离大清国独立,成立了大韩民国。 随后,日本就以所谓的合并条约,将朝鲜半岛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。 但是随着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意味着它将失去所有海外殖民地的领土主权。 美苏两国作为当时的世界两大巨头,就日本战败遗留下来的朝鲜半岛归属问题展开了讨论。 对于朝鲜半岛而言,美苏双方都志在必得,因为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对于美苏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利益。 对美国而言,拥有朝鲜半岛就等于拥有了向亚洲板块扩张的踏板。 对苏联而言,拥有朝鲜半岛就等于在远东获得了太平洋的出海口。 所以在朝鲜半岛的归属权上,双方都互不相让,为了满足双方的共同意愿。 美国作战参谋部代表伯尼斯蒂尔指着地图上的北纬38度线表示, 可以以此为分界线,以北地区由苏联接受日军投降,以南地区由美国接受日军投降。 次日,此方案就通过了杜鲁门的审批,但是他们却已经准备好了与苏联进行谈判。 因为朝鲜半岛的主城汉城正是在三八线以南,在日本投降之后, 迈克阿瑟第一时间将此方案写入了《受想总资第一号命令》中发布了出去,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,苏联居然对此方案没有意义。 这也就意味着,朝鲜半岛自此正式分为了两个部分。 1948年8月,在苏联的支持下, 三八线以北地区组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, 而三八线以南地区则在美国的支持下组建了大韩民国。 虽然这两个国家是由一个国家分裂出来的, 但是他们彼此都谁也不服谁,经常有事没事发生一些小摩擦, 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愿望, 那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吞并对方,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。 1950年6月的第一天, 号称《差异之鸟》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到了三八线以南的韩国进行审查, 看着近在眼前的北朝鲜对韩国首相说道, 没有人能阻止你们的步伐,即使他们再强大,也无济于事。 面对杜勒斯这一番充满刺激性和火药味的言辞, 北朝鲜官方表示非常不安, 就在杜勒斯离开三八线的八天后, 北朝和南韩之间长期以来的小规模冲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 一声声大炮的轰响和此起彼伏的枪声, 预示着朝鲜半岛上的内战正式打响了, 此战事迅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, 美国作为南韩的殖民者当即做出了战争响应, 因为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可夫·马利克抗议国民党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, 所以就退出了联合国会场, 而美国则趁着苏联代表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空档, 勾结15个国家, 一起组成联合国军, 对南韩国进行实质性的军事援助, 美国杜鲁门总统还向世界宣布, 美国将出动海军和空军部队, 无限制地攻击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人民军部队, 以此来支援南韩, 同时美国第七舰队立刻进入宝岛海峡, 自此历时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, 在美国的干预下, 由局部战争升级成了国际战争,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, 距离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只有短短8个月时间, 国内外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, 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, 老百姓的吃饱穿暖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, 国际上还受到了各种排挤和美国的经济封锁, 使我国在国际上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援助, 可以说那时的我国是要啥没啥, 一穷二白,一切都得靠自己,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, 使得我国进入了两难的境况, 因为我国刚刚踏上改革的道路, 此时如果参加战争, 一旦战争失败, 那我国将遭受灭顶之灾, 但是如果不支援朝鲜的话, 那美国极有可能会借助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, 威胁我国的国土安全。 1950年10月, 毛主席在与民主人士周世昭的谈话中表示, 我们不能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, 否则美帝必将得寸禁止, 届时宝岛、朝鲜、越南这三把刀将会是致命的,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为了阻止美帝的阴谋得逞, 打得一拳开, 免得百拳来,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为了保家卫国。 在毛主席的主持下,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以打烂了, 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的豪气, 支援朝鲜。 1950年10月8日, 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诞生, 由彭元帅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司令, 10月19日, 上百万志愿军将士, 熊啾啾气昂昂地跨过了鸭鲁江, 自此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正式拉开了序幕,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旷世战,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, 拥有最顶尖的机械化部队和上千余架战斗机, 而我国志愿军这边, 除了普通的枪械之外, 只有几门苏联老大哥支援的咖秋沙火箭炮, 联合国军最高将领迈克阿瑟还狂称, 要在感恩节之前统一朝鲜半岛, 但想象是丰满的, 现实却是残酷的。 在经历了五次战役的胜利后, 狂妄自大的联合国军, 中国志愿军不退反进, 以极其饱满的姿态迎接敌人的炮火, 像长津湖上的冰雕连, 上甘岭上用胸膛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, 还有被烈火活活烧死的邱绍云, 都是中国志愿军英勇的直接表现。 美国陆军第一师师长爱德华在看到冰雕连的时候表示, 面对如此顽强的敌人, 我们是永远无法胜利的。 就连美国的天之骄子麦克阿瑟在抗美援朝结束后, 都向世界宣称, 千万别和中国陆军打架, 除非你是真的想死。 随着我军越战越勇, 联合国军节节败退, 到了战争末尾, 就连美国都无法阻止我国志愿军前进的步伐, 只能一边承受着我军的进攻, 一边考虑着和谈的事宜。 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的时候, 美军无法承受我军的接连打击, 在板门店签下了朝鲜停战协议, 自此朝鲜战争正式落下了帷幕, 我国在这场战争中彻底证明了自己, 刷新了世界各国对我国的认知, 那个被西方列强用几尊大炮就打开中国大门的时代, 已经一曲不复反了。 此次战役不但为我国在国际上获取了巨大的影响力, 而且还帮助我国一扫东亚并夫的懦弱形象, 最主要的是粉碎了美国企图在亚洲板块进行扩张的战略意图, 作为朝鲜战争的另外一位主人公, 美国自然也在教科书中记载了这段历史, 只是与我国记载的略有不同, 在美国使用最广泛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是世界历史, 可以说关于朝鲜战争这段的历史, 美国记载的还是比较详细的, 但是这其中有一篇名为《朝鲜战争是中国的不幸》的文章, 被美国教育部门要求, 每年新生上来的高中生都需要进行阅读和学习, 在美国人看来, 朝鲜战争是一场极为不明智的战争, 这个二战时, 进攻日本和德国旨的表现截然不同, 主要因素就是苏联, 二战结束后, 美苏以三八线为界, 划分殖民地, 随着美苏关系的不断恶化, 北朝鲜的土地上出现了共产党政权, 南韩国则是由首相领导的政权, 双方在边界的摩擦不断变大, 最终, 北朝鲜在斯大林的默许下, 于1950年6月25日南下入侵韩国, 杜鲁门总统也迅速做出反应, 立马派遣麦克阿瑟, 带领百万联合国军, 一同奔赴朝鲜, 其目的就是能在朝鲜半岛上, 形成一个单一的非共产党政权, 虽然最后美国输掉了这场战争, 但是却无形中将冷战扩张到了东亚, 同时也遏制住了苏联企图在远东持续扩张的计划, 最值得一提的是, 在撰写此篇文章的作者眼里, 朝鲜战争不是美国的不幸, 而是中国的不幸, 这是为什么呢? 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, 就是虽然我国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, 但是却给了归缩在宝岛的蒋世匪帮喘气的机会, 再加上众多西方国家拒不承认新中国的主权和立场, 这等于给予了蒋世匪帮代表整个中国的权利, 这显然是新中国不想看到的事, 所以美国人认为朝鲜战争是中国的不幸, 那如今的俄罗斯又是怎么描述当年这段历史的呢? 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, 在俄罗斯历史教科书《外国最新历史》第五版《冷战这个大模块》中, 还单独给这场战争分了一个1940到1970年的远东和东南亚的章节, 记载中说明了, 斯大林之所以会默许朝鲜进攻韩国, 是因为当年是韩国先动的手, 而朝鲜只是反击的一方罢了, 但是联合国中绝大部分国家都将朝鲜视为了率先发动侵略的一方, 所以才有了17国联合军, 不过事实却是, 在1950年8月的时候, 朝鲜军队手里的领土只剩下一个面积不大的釜山基地了, 此后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, 美国仗着自己的装备先进发达, 对着志愿军进行了轮番的轰炸, 为了帮助志愿军应对美军, 苏联秘密派遣了飞行员入朝作战, 其实战争爆发以来, 苏联并不只是一个坎坷, 在中国遭遇困难的时候, 苏联也会伸出援助之手, 最终在中苏两国的努力下, 战争在1953年的一纸停战协议上, 画上了句号, 其实要说真正感受战争最深的, 也只能是那两位当事人了, 那朝鲜和韩国又是如何记载这件事呢? 在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《国史》中, 有一个名为《大韩民国的建立》的章节, 作者用三页文字记载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原因和影响, 朝鲜战争在韩国被称为625战争, 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时间正是1950年6月25号, 记载中说, 自朝鲜南清以来, 韩国方面不顾武器的落后, 决心抵御朝鲜的侵扰, 韩国国内无数学子纷纷气文从武, 参与战争, 在与联合国军会合后准备对朝鲜实施打压和击退, 但是由于中国志愿军的参与, 导致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不得不再度退守, 双方在三八线处相互对峙, 最终于1953年7月27日达成了停战协议, 从韩国人眼里, 这场残酷的战争是朝鲜挑起的, 韩国的百万人死亡和经济倒流都跟朝鲜有着最直接的关系, 但是在朝鲜人民眼中, 韩国所说的就是无稽之谈, 在他们看来,之所以有这场矿式的战争, 完全就是美国一手策划的, 他们先是怂恿韩国参战, 而后又蛊惑世界各国, 组成联合国军加入战争, 而且美国对于这场战争还投入了巨大的资金, 整体军费开支高达200多亿美元, 这可是太平洋战争时候军费的11倍左右, 最主要的是, 美国的作战方式太过于惨绝人寰, 轰炸机轮番轰炸, 坦克大炮持续输出, 甚至还释放化学生物武器进行攻击, 导致朝鲜数十万人死亡, 六十多万人无家可归, 还有六千多主文化遗迹被炸得面目全非,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证据, 但是面对顽强的志愿军战士, 美国军队还是无法将其撼动, 最终粉碎了美国企图统一朝鲜半岛的阴谋, 以上就是中美俄朝韩五国对于朝鲜战争的描述, 我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, 毕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意愿和想法, 我们也无权干涉, 但要注意的是, 不管书本上怎么写, 历史就是历史, 随意篡改是为大计, 如有违反者将会受到正义的制裁。